11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本土个案22650例 花莲新增380名确诊 花莲县卫生局表示 花莲市吉安乡和新城乡人口较为密集 尽管确诊人数下降 但降幅相较其他乡镇缓慢 而疫情指挥中心预估BA.5疫情恐怕会在月中爆发 鼓励民众持续接种疫苗 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花莲县11日新增380名确诊个案 而BA.5疫情8月中下旬 恐怕会有升温趋势 花莲县卫生局长度家长表示 满6个月至5岁婴幼儿疫苗覆盖率 花莲县为7.8% 低于全国平均14.7% 显示家长对婴幼儿接种疫苗仍有疑虑 建议尽速咨询医师 并鼓励尚未施打或未打满疫苗相亲 尽速预约施打 整体来看 还是有着新城花莲市吉安乡 这三个乡镇 它的增加的幅度 是大于我们的平均的1.8 一个是1.9 一个1.1 所以这三个乡镇 目前因为人口数比较多 人口也比较密集 所以我想 他们虽然整个花莲县 确诊人数在逐渐往下降 但是这三个乡镇的降幅 还是相对比较慢 花莲只有7.2% 所以我们还是持续在较输运 6月到5岁婴幼儿了 如果家长要接种莫德档疫苗的话 可以到我们十三项镇的卫生所 还有幼儿的新冠疫苗的医疗院所来做接种 那哪些是我们这个幼儿新冠疫苗的接种的位置 那就是这张表表表的 除了我们十三项镇的卫生所之外 还有包括北区参加医院 包括实际门洛跟国军化业总医院 南区的就是育驴农疫医院 除此之外就有一些诊所 那这里面还是以小儿科诊所 跟狗牛科诊所为主 那狗牛科诊所因为里面都还有一些小儿科医生 所以也就是說,我們還是希望用我們的照顧 讓你兒科醫生為主要的一個照顧者 在評估上,這樣也會比較好 所以這些醫療院所都是由兒科醫生來作為我們鄉親做評估 所以家長請放心,帶孩子到這些醫療院所來做評估 如果真的不能打,醫生會告訴你不需要打,不能打 那否則的話,我們還是鼓勵我們的家長來帶小團打疫苗 有任何的疑問疑疑疑都可以去跟我們醫生做溝通,去了解